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哥一开始申请的法源就很有问题 一开始他用都市计划法27条申请就非常有问题 既然一开始申请的基准不存在 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很怀疑 为什么上一届的都委会 不在这个地方就把他退回去 而且要求他按照规定一步一步来 而不是钻都市计划法27条的法律的后门 我们不懂 盖一个八百人的超大的超贵的贵族的幼儿园 为什么会叫做是我们台北市的重大的公共建设 这是公共建设吗 这个是屁 他可以在他的土地上 盖他的贵族学校 可是凭什么在九十九帕的国有地上 要来侵占我们国家的财产 要来把我们美丽的保护区来做变更 我们认为这个完全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所以我们很希望今天的委员会 不要再把他退回专案小组里面去再审续审 而是今天就应该拿出你们的专业精神来 专业判断来 完全不符合都市计划法的27条 今天就应该把他退回去 这是我们对于委员的呼吁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很开心的看到 柯市长他过去对于几个保护区案子的了解 他说保护区通通不准变更 我们知道委员会有你的专业认定 我们希望既然柯市长已经清楚 表他作为一个市长的政治的责任的态了 我们也希望这些委员们 拿起你的专业责任来 好好表清楚你的态 不要再霍悉你 这种简单的案子 今天就把他退回去 不需要一审再审一再的续审 我想这个是我们民间团体非常清楚的立场 左立方左里长 他也是新当选的里长 而且我想我应该跟各位报告 他的当选跟他从选举期间就开始清楚的表达 他是反对维格变更保护区的这件事情 非常的有关系 我们也请他讲讲他的看法 各位大家好 我是这一届新当选的开明里的里长 那这一块保护区 也有一小部分的地理是属于我们开明里的 我是因为在选节就充分的表达 我只站在我们里面这一边 然后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保护区 那我才因此而当选 我想客市长他一再强调 保护区就是保护区 你要拿出盖子来 我们新人新政 那我希望说我们有新的局面 那新的想法新的做法 那保护区就是保护区 大家一起来守护他 那我们都是政治素人 要言而有信 那我们先就看你我的表现 那然后我们来实现我们选前的一个承诺 来好好的保护我们这个台湾 保护我们的保护区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满野新竹协会的谢梦宇 谢律师 其实当时候为格送件 他们早上95年就曾经送过一次 但是当时候的这个好龙兵好市长 就先把他停下来 到他任务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又重新补了一个新的资料 来 其实这个他们在95年的时间 就已经曾经送过一次案件了 那一直后来好市长把它搁置之后 在去年又开始申请 然后曾经有因此开过这个专案小组的会议 那他们送件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我们都市计划法第27条 第1项的第4款 是为了配合中央直辖市或县市新建的重大设施 那诚如大家这一阵子保护区被吵得很热 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其实一个正常的都市计划这个愿景的规划 应该是从通盘检讨来做 也就是说从整个全市性的全区性的一个综合的观点 来去看这个地区的发展 只有在非常非常例外的状况 我们才会允许用27条的方式来做个案变更 所以个案变更应该是一个很例外很例外的状况 也就是只有在27条第1项4个法定是有 但变更我们尽量不要去动用 再者 维格他们所主张的是27条1项4款 配合这个直辖市的重大政策 也是他们声称是为了配合这个幼儿园 那诚如大家所知道 我们现在的出生率已经是算是全世界最低了 从民国83年的千分之15 一路降到现在已经剩一千分之八左右 其实很低的出生率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来继续 在这个地方来变更保护区来给他的幼儿园 这也是很值得质疑啦 那除此之外 他们也曾经说过 我们这个幼儿园是为了推动什么 幼儿教育的在地化 那诚如大家所知道 那维格他的招生对象 难道只会陷于北投区的我们的黎民吗 其实不可能的啦 所以其实这边都有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么 只是在法律上我们可以很确定一点 就是他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急迫性 也不符合这个第四款的这个室友 所以这样的一个个案变更 希望今天的我们都委会 能够勇敢的把他给退回去 谢谢谢律师 我想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 关于慈济内湖区的这个案子 那今天并不会扯到这个案子 但是我想维格跟慈济两个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邀请内湖守护联盟的洪美会 他现在也是新当选的里长来讲一讲 各位美女朋友大家好 我是那个内湖保护区守护联盟 常务理事洪美会 同时也是今年 去年 同时也是去年当选的里长 等一下到楼上的会议程序 是会先宣读上一次的会议结论 那个关于全市性保护区处理原则的会议结论 如果整个宣读完毕的话 这个部分就会确认 但是其实这一次所出来的结论里面 有一条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 也就是第四条 这个第四条它提到了 就是说在保护区内 临接非保护区的既有的合法建物或聚落 等等等等的 这些文字的说明 他仍然是想要用第27条来做变更 可是对于我曾经身为一个 在参与这个全市性保护区处理原则的 专案小组的民间委员 我在整个过程里面所听到的是 当时委员是希望能够对于既有的 以前阳明山管理局时代所合发的 合法建造的这一些住户 这一些建物 合法建物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那但是呢 今天条款变成条文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其实将来会很容易再引起另外的纷争 所以我其实前两天呢 我对都委会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说其实这个还是可以通盘检讨 对于阳明山管理局时代所合发的 这些合法建造 今天要处理这个问题 一样可以走通盘检讨 而不应该走个别变更 所以呢 我希望今天在宣读会议 会议记录之后 委员能够就这一点再多加以讨论 因为就像刚刚谢律师所说的 27条是一种例外的条款 27条是一个在很紧急的状态底下 来不及做通盘检讨才会用的条款 所以我们其实认为台北市政府 不应该自己再定一个通盘检讨的 这个处理原则去凌驾在 都市计划法27条 26条之上 都市计划法26条就是通盘检讨 如果可以做通盘检讨 就应该走通盘检讨 不要个别变更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现场这个 北投维格变更案的部分 有一个 这个案子我有一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疑点 我一直觉得 政府必须要面对 政府有一个政策是 500坪以上的土地就不卖了 500坪以上的土地 这个政府是不贩售的 但是在北投维格的案子里面呢 竟然他可以专案让售给他99%的公有地 专案让售 专案让售一点多公顷的土地给维格 我们觉得说为什么政府可以说一套做一套 这是非常不可以的 凭什么维格可以让他专案的购买这个一点多公顷 所以待会我们到楼上的时候 希望各位媒体好好的监督 等一下审查的情况 谢谢各位 好 谢谢美惠 今天也有树党的朋友来声援我们的这个行动 那我们就不邀请他发言 那我们最后让北投捍卫保护区联盟的发起人 郭美妙 郭小姐 他同时也就是当地的住户 我们让他来讲一下 我想选举在军典已经结束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新的里长 我们会有新的市长 对我们北投这边的居民来说 我们就是要我们的保护区 我们要我们的美好的环境 我们不要我们保护区被破坏 我们不要我们保护区被买卖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 因为这样子我们选出了 可以代表我们的里长 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柯文哲他才能够当选 因为他听到我们的心声 保护区就是保护区 不要去变卖 不要去破坏 为何凭什么能够把1%的土地 去买99%的国家的土地 凭什么 凭什么 他是一个财团 他办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他没有爱护环境 他破坏的是我们的生态 他破坏的是我们的保护区 所以我非常严真的要求 各位媒体 各位朋友 能够去监督这件事情 也能够让我们新任的这些都委会的委员 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 以他们的专业来叛套保护区的问题 这个是有关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的品质 谢谢各位 反对维格变更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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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想今天是柯市长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这个都委会 我们希望不论是过去留下来的委员 还是新当选的委员 新人有新政 我们希望能够跟上一届有截然不同的做法 不要再祸悉泥 今天就用维格申请的这个案子 完全没有法源依据的状况下 否决退回维格的这个申请的变更案 千万不要再丢回去给专案小组继续审查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监督 柯市长在竞选的时候 他的承诺会不会真的具体做到 以及委员们到底有没有专业良知 拿出他的专业判断 好那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上去旁听 谢谢大家